这群机车党当街拦下安娜 还开始毛手毛脚 但安娜可不会惯着他们 奈何对面壮汉太多 一人实在难以匹敌 安娜被强行拖进了小胡同 刚好被路过的老拳王看到 想请他们喝瓶快乐水握手言和 可惜他们不领情 逼着老拳王出手 两拳就干倒一个 又出来一个说要单挑 但他可不知道糖果是老拳王 才开始动手就结束了 眼看打不过 就开始不讲武德 老拳王被一个闷棍敲晕在地 机车党只留下一人 就要对安娜行不轨之时 关键时刻 女警出现 一枪击毙了机车党 这一幕刚好被机车党的头头看到 他们决定展开报复 机车党出现在警局门口 刺破车辆的轮胎 留下了挑衅的匕首 女警回到家中 机车党出现开始打砸门窗 等他提枪出门追击 机车党已经开始撤离 双腿毕竟追不上轮子 突然听到身后又传来声响 转身就看到房子已经被点燃 女警无助地哭泣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被烧毁 大山刚结束一场战斗 就接到女警出事的消息 当他赶到现场 房子已经被焚烧殆尽 交流中 大山得知今天是他生日 而且就是在身后的房子里出生 大山决定去寻找机车党 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的好兄弟贾伯来到镇上 这让大山倍感安心 叶里科特找到大山 并送上了一份大礼 他们抓到了一个机车党 并已逼问出机车党的藏身地点 作为交换条件 就是科特行凶的视频 为了永绝后患 大山独自一人出发 单枪匹马开始横扫 轻松解决一个起床吁吁的 打斗声把剩余人员惊醒 机车党也就开车嚣张 论拳脚功夫远不及大山 只是一轮交锋 机车党就全部被解决 将他们搬到车厢 让贾伯帮忙运到 正在通缉他们的隔壁镇上丢弃 女警第二天上班 看到桌面一个文件袋 上边写着生日快乐 打开一看 里边装着那群机车党的戒指 我可以替你 我可以替你